台積電的未來 您有信心嗎 有網友就發現 有人在昨天一次狂買22張台積電 而且還是買在當天的漲停價 721元 這算一算 他一共花了1586萬 而這個價錢 甚至超過當天台積電的最高點669元 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操作 分析師推測 這可能是對台積電真的很有信心 我想要起到拉台的作用 不過台積電在今天的表現 就是有點不夠力 收盤是小跌近百分之一 也連累了大盤 小跌百分之零點七一 收在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七點 台積電的員工 向心力一向有目共睹 也讓近來 不管在技術的突破 還是股價都很勇猛 證交所資料更顯示 五號有股民大手 比一次買進22張台積電 特別的是 他全部下載當天的漲停價 721元 比當天台積電最高點 六百六十九元 還高了五十二元 總共砸下一千五百八十六萬 下單不手軟 也讓網友大喊 是七二一梯的學長現身了 台積電技術實力跟訂單 都不必擔心 但在前段高點之後 台積出現回檔 六號說在六百四十四元 小跌大約百分之一 也拖累大盤 說在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七點 小跌將近百分之一 不過仔細一看 卻能發現台積尾盤出現 大單拉抬 也帶動大盤 奮起六十列 台股投資報酬率高 而新貴生計股當中國頂生計五號解盲新關口服藥成功 六號資金蜂擁而至 八分鐘就大漲六成 觸發熔斷機制 暫停交易 各種好消息不斷出現 台股再創紀錄或許也不難 華視新聞 我們在中間 解釋報道 我們在中間 解釋報道